首先欢迎各位社区的朋友 今天是温哥华市政府举办的 康隆小居更改土地用途申请公众咨询会 今天是2011年1月18日 欢迎来到公共资讯会议会 今天是2011年1月18日 今天开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介绍和说明一下 康隆小居在温哥华市政府申请更改土地用途的过程 特别是以下的几方面是大家可以研究的 第一就是社区的角色 第二就是申请人的角色 第三就是市政府在这里扮演的角色 另外第二个目的就是 主要提供机会给公众参与 发表有关的意见 我们今晚的议程 今晚的议程 主要包括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主要是一个说明的部分 由我们市政府的专业人士和职员 发表和说明一下有关申请的背景 以及有关人士的角色和职责 亦会介绍更改土地用途的过程 亦会有机会看看土地概念 以及现在的状况 亦会说明我们提供的意见 给大家的机会 第二个环节就是 是一个讨论和答问的部分 希望讨论一下今后我们应该有什么行动 或者如何是可以进行的 在这个讨论的环节上 我想讲一讲 因为我们希望 令讨论的范围更多元化 更加有秩序 我们有点指引 到时就希望 我们先讲完说明的环节 然后就开始 讨论和征诚意见的环节 另外在讨论和征诚意见的环节里头 也希望讨讨论可以保持精简 以及提供一些新的资讯 亦希望大家可以尊重 其他发表意见的人的观点 这是我们一般的指引 这是我们一般的指引 第一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会录影的 第二个环节 我们会由市政府的记录员 记录下各位所说的意见 亦有些问题和答案 我们未开始第一个环节 今晚第一个环节之前 我想介绍一下今晚 温哥华市政府的 到场的一些我们的职员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下市政府的 市政府的社会 另外我们很高级商工程庄 我们很高级商工程庄 第一个环节 我会让大家介绍一下 几个环节 我来说几个环节 几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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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ior Planner 接着我们也有Alison Higginson 她就是我们促进的社区 她是我们更改土地用途的规划师 Resulance Planner 刚才没有人 另外我们有安德拉 安德拉高 是高里卫坤小姐 她是促进社区 她参与规划师 亦是我们的联络主任 另外我们也有规划署 另外有些同事帮助协助我们今晚的会议 亦包括Miselle Yip Miselle在后面 亦是Titanium Titanium Lamb 在中间 我们今晚的纪录员 就是Joseph Joseph是我们市政局 亦包括传媒的部分 Joseph 会负责我们今晚 在法文大会的时候 讨论中的所有的记录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晚的公开资讯会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关于说明的部分 我就很高兴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促进社区 参与规划师 Angela Cole Angela 我们一时间就发表 首先在这里 很欢迎大家来 碰见了很多新的面孔 有些我都在英文的公众资讯会 有些就是上周四的用国语做的资讯会 还有今天很多新来参加的朋友 所以首先代表市政府 很欢迎大家来到 很可能你都已经知道有关 香农小区申请的一些部分的资料 我想在你心中都很关注一个问题 到底市政府做了决定没有 可以在这里很清晰和大家说 就是市政府的职员 还未做任何的决定 无论关于所有重新开发的建筑物的高度 或者密度 我们都是还未决定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2011年 就是现在开始有一个的咨询期 这几个月的时间 是要听到大家的意见 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其实我们很需要你们的意见 让我们职员可以将听到的意见 交给市会 让他们做最后的决定 今天会提到很多参与的会议的情况 今天这个会议是因为在2009年的8月 其实职员已经交了一份报告给市会 有关香农小区土地用和更改的申请 于是市会是指令 吩咐我们职员要做一个 彻底一点的一个咨询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都有用广东话 因为在这个区 很多人是讲广东话的 亦很多人是怀裔的 所以这是市政府的一个指令 还有今天我们很想跟大家说到 这个咨询的过程是到底怎么样 所以很多的问题 很可能我们都未有很长进很长进的答案 所以很需要你今天尽量提问 或者你有什么意见给我们听到 在一个申请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角色 这个图表都给我们看到 其实有包括社区的申请人或者市政府 社区的角色 大家都是在社区里面去居住 所以这个是讲到你的角色 你的角色就是要尽量的来到去表达 你看到的觉得重要的对于社区的利益 和你们的意见 和你在社区居住的时候 所以你们是社区里面最有经验的人 知道社区是发生什么事 或者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看到 我亦都很感谢大家 过去其实有其他 尤其是是申请人 他们所做的一些资讯 其实你们已经是有参加他们的 那些设计的工作坊 又或者当市政府 其实已经将这个申请 放在网站上面 当中很多人可能都已经 用了那个方式 来到去在网上 跟我们的交流 或者写信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 和今晚你们的出现 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就是你们都很关心 和很想来知道 如何可以参与 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是有关这个申请 所以其实社区的各个意见 其实常常都会影响 这一类这样的申请 所以其实你的意见是非常重要 当然也有申请人 那香龙小区 这个土地用途更改的申请人 就是这一块土地的物权拥有者 他是业主 所以他是主动的 他进来市政府 是说递交这个申请给我们 那他们的角色是怎样呢 他们的角色就是要去聆听 去知道和了解 公众的那个意见 和市政府的给那个的意见 然后在最终的建议里面 那就是将来的事 最终的意识是一个过程 一个咨询过程 他要知道了解 无论公众还是市政府 人员的那个意见 然后呢 他是要在他的建议当中 是要反映 那个的利益 公众利益 或者一些顾民团体的意见 在他们最终的建议提交 因为那个他们要再给我们市政府 市政府的角色可以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市府职员 那好像刚才 Richard 已经介绍好几位的 和我一起是同一个对公的 那我们呢 就是要带领一个公平 和透明度高的咨询过程 以求是明白你们的意见 和你们的利益 所以就是有不同言语的这些会议 我知道当中有很多人 中英文都不是一个问题 无论是写或者说或者讨论 但是当中也有可能 有一部分 是很可能 喜欢写你的意见 有些人是喜欢说 但是在讨论的时候 可能是中文或者广东或者国语 是比较流利和比较 是没有什么阻碍就可以分享到的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方面 特别提供这个服务 以至我们可以听得 你们的意见是好一点的 那当然就是市府职员的意见 就是最后将所有用不同渠道 无论在网上上面的 无论是面对面的 收电话的 或者你寄封信给我们 或者用电邮的 或者在任何的公众会议里面 所提交的意见 我们是将它全部的 来到去交给市议会 让他们可以做个决定 市议会很简单 它的主要的角色 就是基于市政府的 现行的政策 现行的目标 还有有关社会社区里面的利益 它对这个香隆小区 更改土地用途的申请 作出的决定 过去里面为了透明度高 所以我们就用了 在这个不同的方式 去和大家有一个交流 包括我刚才提过的那个网站 还有2010年后期的时候 我们职员有去到社区里面 和一些团体 去和他们分享 我们的咨询过程 得到他们的知识 和一些意见 我们在过程里面 刚才也说过 增加多元言语的元素 就是有广东话和国语的会议 地皮上面的通告牌 可能大家住在附近都已经看到 还有一个很新鲜的做法 就是有网站上面的论坛 论坛和网站不一样 网站你只能进去 就只是比较单向性的 论坛就是你进去 是可以我们提问的一些问题 你可以回应的 所以这个网站可以这样用 而且这个网站也是中间 是很多中文翻译的文件 所以如果你可以 中文是比较方便的时候 可以上这个网站 就可以去看到 刚才也提到 其实我们也听到一些意见 所以过去这些就是我们 听到的意见的一些主题 很多居民都非常关心 在这个香荣小区的申请的建议里面 提到一些比较高的建筑物 比如说是57街和Grandville街 14层高 觉得是高度他们很关注 或者人口的密度 增加到可能有五倍那么多 是一个的关注点 另外一个关注的当然是交通流量 我们听到就是很多居民 很多居民告诉我们 就是车辆的数目的增加 还有就是在57街 现在都已经很繁忙 如果这个地域上面 会更多的住户的时候 是很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社区的特性 就是说到很多居民这里住 都非常珍惜 就是这个是单户房屋的一个住宅区 另外居民告诉我们 就是如果有多那么多的人口增加 在区内的服务就已经是不太足够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提出来的 另外一点就是 关于这个地域上面 有很多的已经很成长 已经很久的一些树木 如果有这个新的项目在上面 会不会对他们有影响呢 另外一点就是 关于住在这个地域上面 现在的租户 如果有这个的申请 会不会对他们都很大的影响 那或者呢 我现在呢 就是稍微停一停 就是 我看一下呢 就是 在这个香隆小区的业主 是不是在 I wonder whether Bruno Wall is here yet? No, it's okay But I think I'd like to before I go on to prese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Shannon Muse I'd like to introduce the applicant's architect Mr.David Dolph 我們在未歸足 說進一步的事前 我們介紹康倫小區的業主 他有個代表是建築師 就是這個項目的建築師David Powell 所以David Powell 還有他也有位就是 虛惑的顧問 Catherine 還有這裏也有些申請人 他們有一個公關方面的職員 在後面Valerie和Nicola 她是另外可能不在這房間 暫時不在這裏 所以想讓大家知道在這裏有些什麼 也有一位名報的傳媒在這裏 好的 或者我繼續去講一下關於這個申請是怎樣 我們會想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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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改革一下這裏 和帶來新居住的建築物 大家在這裏找到 這裏面的建築物 因為我們這裏面是70年代 由我叔叔做的 這裏面的建築物 我們會想分享一下 我們會想分享一下這裏面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會想分享一下 這裏面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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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想分享一下 這裏面的建築物 這裏面的建築物 在2009年的時候 我們申請再改建土地用途的時候 當市府 就是 要我們根據 13至14個指引來做 就像旁邊的指板上所提供的資料 這裏面的建築物 我們也要求 遵守這裏面的建築物 市政府政府政府所設置 主要的建築物 是要根據市政府發展的原則 希望 此裏面的建築物 和其他人的建築物 最主要的建築物 是要根據市政府發展的原則 希望會平均密度 另外亦有多些可以負擔得起的房屋種類 其實我們現在發展的模式 其實密度跟Arbitur's Bridge和Currisdale那裡 那個密度是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再次歡迎您的資訊 這是開始的程序 我們期待您的資訊 提供一個項目 這將會成功 與Vancouver、Currisdale、鄰居和我們 謝謝你再次出席 我們希望現在我們開始的資訊過程 希望可以收集到意見的時候 就可以發展一個很類似Currisdale的 一樣成功的一個社區 首先我們也很感謝各位今晚到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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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比较清楚 有几个位置 如果前面有些位置 如果站在这里的人可以在前面 前面有三四个位置 有四个位置在这里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介绍秘秘的概念 我介绍完之后 就可以交一些时间给Richard 让他帮助大家的问答时间 这个香农小区 东边是Grandville街 大家都很熟悉 西边是Adara街 南边是57街 北边有后巷 北边有很多住宅物业 现在有162个租户 在地域上居住 包括历史性建筑 在地域上有一个大宅 可以叫做大宅 一个Mansion 也叫做Roger's Mansion 还有周界的墙 其实是历史建筑 当中有其他历史性文物 包括一个Coach House 我翻译了它为马房屋 有个Gate House 那个是门卫房 这两间建筑 这两个建筑物 其实是在温哥华历史建筑的名冊上面 但他们是未立为特定的历史建筑物 在香农小区这个历史 原本是一个农场 而Roger's的大宅 其实经过了10年去建筑 开始的时候是1915年 在1970年代的时候 重新来规划 容许一些城市屋 和apartment 就是今天所见到的 在2010年的时候 这个拥有物业的主人 提交了申请书 就是申请允许一些高密度 和多户家庭的房屋 其实这个图表 虽然很小 可能大家看不到里面的细节 但这个图表代表着 这个咨询过程的情况是如何 所以刚才也提过 这个申请是由香农小区的物业拥有人 主动向市政府来申请 他最初进来查询的时候 是2009年的 市府资源知道之后 就将一份报告交给市议会 这个是2009年的9月 然后到2010年去年的8月的时候 申请人就将一份申请书 正式提交给市政府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正式的程序 其实从这里开始 现在我们大概就是这个部分 讲到一个咨询期 包括有咨询会 网上的论坛 小组的设计活动 和开放日等等 这个申请 其实就是 申请人建议 有891个居住单位 有6个建筑物 是由4层到14层不等 他建议的地积率 是2.08 很多时候 有些人都会问 现在的容许是如何 即是这个地域上 现在的所谓 zoning 或者叫做 区域 这个土地的区域 是什么呢 现在的土地区域 是叫做RS6 这个是单户家庭区 而它的地积率 是0.6 而且高度 现在容许是2.05 所以申请人进来的时候 他当然是想申请一些比较高密度 以及一些房屋 比较高一些 和地积率比较高 所以这个是 其实他 刚才可能有些人都已经看过 他不同的建议方案 在不同的建议方案里面 其实是有些 大概的数目 是由428个住户的单位 到898 地积率也有 由1.37到2.10的地积率 而且里面 包括很多不同类型的房屋 包括有城市屋 柏民 或者一些比较高的楼房 当时也提到 如何保留历史文物 和公众空间 还有就是说 这些的情况 那个分布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他现在的申请里面 大家可能都开始明白 他是想怎么样去申请 而在2009年 我们职员递交给市会的时候 市会其实是通过了 11项开发的评估标准的指引 那些指引就是另外这些的展板 希望刚才你有机会看过 但现在我就很简单的来到去 讲一下那些是什么 譬如说是要更替现在有的租户 还有甚至是增加租出去的单位 也都会减少这个项目 在视觉上面 带来一些影响 怎样可以减低这个情况 也都要考虑 全面的去考虑 较高密度的可能性 这是市议会 是给申请人的一些指引 也都包括 如何去尊重 这个地皮上面 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以及考虑 如何公共空间 以及公共通道 那个处理的情况 或者机会是怎么样 在这里 其实也会说到 我们刚才说到 现在我们在这里 当我们听到不同意见之后 我们市政府的职员 要继续分析 以及做一个结论 然后要向市议会 提交一个报告 将所有的意见给它 然后市议会 会有一个公听会 是作出一个决定 如果我们顺利的话 我们希望大概是7月份的时候 就可以有这个公听会 所以其实过去我们都是 那些的会议 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无论是有录像 或者用文字 或者是网上的论坛 或者不同的活动当中 来表达大家 发表给我们的意见 唯的士是可以这个程序 可以公平和包含性 和比较高的透明度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其实申请人是做过 去向市区里面 向社区里面 是做过一些社区的调查 跟当地的团体去开会 有些工作坊 在设计方面的工作坊 有些资讯会 和和租户有继续的意见分享 所以这些都是申请人去做的 可能你也有参与过 所以公众发表的意见 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 按照我们手上 其实申请人给我们的一些方案 让居民知道 和有机会发表意见 小组的设计活动是什么 就是可以让大家 在一个小组的情况 可以大家来讨论和交流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编排一些 用广东话的讨论情况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要 尽量希望可以比较畅信一些 如果用单一的言语 大部分用单一的言语来商讨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能够 拿到和听到大家的意见 希望大家都会有兴趣来参与 或者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有其他小组的一些会议 我们也有一些开放日 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即是说申请人同时 其实已经开始知道和听到 社区的意见 也听到市政府职员的意见 他们开始就会修订 他们的申请 他们就会在 希望是大概或者三月的时候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他们就会重新修订了之后 再给一个方案出来 当我们收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第二段的咨询期 就是让居民有机会看到 如果大家是继续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设计工作坊 大家看他的修订的建议 然后给个意见 或者你继续有更多的意见 我们应该怎么继续修改 然后就在开放日里 给大家知道 在这个过程里 其实还有很多顾问的团体 比如说是市职会 这个是Vancouver Heritage Commission 或者Urban Design Panel 应该翻译成为城市评审会 给我们很多的意见 但是无论设计活动 和开放我们暂时的时间 都未能够确定 希望大家刚才签到的时候 无需要把你的全名 和可以联络你的资料 尤其是你的电话或者电邮 这是非常重要 以至我们可以告诉你 另外一个很新鲜的 在这个申请过程里面 就是有关这个网上论坛 这个书签 大家应该手上都拿到 它的网站的地址是www.talkvancouver.com 如果大家上去的时候 很多是英文 但是很多是中文 所以你一去到网站的时候 你往下去看 就有中文 然后当你点击中文的字 比如说未来的活动 资料库里面的东西 或者关于乡龙小区的历史 或者资料的概念 等等都可以在那里 click了就可以看到中文的翻译 所以如果有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邻居 今天不能够来到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给他可以拿到这些资讯 而我大家如果想用email 跟我联络 或者是可以传真给我 或者用广东或者国语 跟我交谈的话 关于这个申请 都是非常欢迎 我后面的桌子 有我的卡片 所以随便可以拿 或者可以上到网的时候 亦都可以跟我联络到的 在这个网站上面 暂时我们放几个讨论的议题 包括高度、密度、交通、泊车的问题 以及持续性的问题 我们再过可能几个星期 我们又换一些新的项目 让大家可以交流 暂时来说 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 没有办法让大家用中文 在这个论坛里面写中文 但是我们会 有Joseph 他很大胆地答应 每个星期 那些英文的意见 他会尽量去翻译 很简短的翻译 放上这个网站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你周围的居民 用英文的 大概的意见在哪里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我想交时间给Richard 你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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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不足够 你不足够 你不足够